加油 兩位候選人完成耗磁抽籤 互相加油打氣 除了同一選區 是競爭對手 回到了競選總部 還有一個巧合 彼此的總部還在一起 還是同一個地址 共用一個門牌 不知道怎麼打過 不知道怎麼打過兩個 會有加深印象的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兩個都做會 安樂路二段92號 有趣的是 我們用同一個門牌 那中間就隔一道木板 隔一道牆 所以我們不管是上廁所 也都會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相對的 現在很多人來送花 或者說 有些掛號信 或者說寄一些信 那沒錯 寄到這邊都要先問一下 哪一間 是哪一位候選人 是哪一個 是黃季堂 還是隔壁那一位 大概都會這樣問一下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 你看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每天見面 尤其晚上他在開會 他很認真的在開會 我要回家 我要跟兩個回家 72歲的張明傑 曾經擔任過 安樂區一屆議員 今年捲土重來 而34歲的黃季堂 今年首次參選 兩個人相差40多歲 對競選總部就在隔壁 對於競選總部 就在隔壁 兩個人完全不會尷尬 還會互相打招呼 因為真的就隔一張木板 所以你開了門就是隔壁 就是隔壁 就會看到 看到我們的前輩 這樣子 一開始不習慣 後來已經 一開始當然會稍微有一點 有一些問號在 那當然 久而久之 那畢竟也是成為事實 那當然我們就只有 接受 那畢竟 我們最後一個月 我們當然還是盡可能 我們是新人 我們要多去外面跟年輕人 去跟民眾做接觸 跟我們的鄉親做接觸 我覺得這才是重中之重 才是重要的事情 爭取民眾的認同 多出去 對 我就跟黃季堂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我們共同努力 為我們地方的選舉 我們共同努力 所以說我們不介意 我們相連在一起 所以說我們現在每天 還是很愉快的打雜呼 還是互相的勉勵 還是互相的加油 雖然兩個人都沒有獲得 國民黨提名 建議五黨籍參選 不過挑選相同地點當禁總 也算是另類的緣分 同為競爭者 沒有煙銷味 大家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記者黃上銘金融報告 加油 加油